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又是泡发海参的时候了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如何泡发那个毛兔绳 那今天在我手上这一个就是加拿大北极绳 煮出来那个水的颜色就是有带一点茶色这样的 这水你嗅下去都是香的哦 如果我们用手指抠一抠 它没会掉的 好像这些是很够软了的 好 泡发加拿大北极绳完成 就有很多学员问我如何去分别那个海参到底美不美啊 新不新鲜啊 其实第一个步骤如果它是新鲜的话 我们一嗅下去啊 这样嗅下去它是有一个很香的海水味的 那今天这个加拿大北极绳呢 它就有少许的那个茶香味了哦 所以你这样嗅下去啊是特别香的 ok 所以我在四斤海会看到这个海参啊 我说老板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如何做这个海参 那由于这个加拿大北极绳呢 它吸收水分呢是比较快的 所以呢我们第一天呢我们不煮它 我们把这个海参先放在冰厨 浸泡隔夜 那这里呢就是100克的加拿大北极绳 现在呢我就把它放进水里面 要干净的水啊记得 我们的这个锅不可以有油 有油的话呢就反车了 我们把它盖好 然后呢我们就收进冰箱 好那现在已经来到第二天了 啊这个加拿大北极绳呢 最少我们要泡它24小时 啊按照这样的size来讲啦 比如说你真的是 忘记了啦 然后今天原本今天要煮的 然后你忘记煮 你要收到明天可以把它换一换水 换水换给它清洁 然后呢我们就准备一个盘子啦 干净的盘啦 OK我们一匙一匙拿过来 一拿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海参刷一刷 confirm一下呢它就是没有杀黏着啊 没有干脏东西 OK这里我们要细心的 把每一个部位给它刷干净 我们这样简单的就给它抓一抓 就是搓一搓它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海参剪开 就这样啊 你看到啊有时候那些这些海参呢 它会剪到不一样位置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刀痕的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位置把它剪下去 就不会弄到满身伤痕 所以加拿大北极生呢你会看到它的肚子里面呢是 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很干净 因为那个加拿大的政府呢是特别严 所以他们做过来的这些加拿大北极生呢都特别干净 然后呢当我们一剪开的时候啊我们就把那些除了 还有黄色的橙色的那一个海参根 其他的我们就把它清理一下 过后呢这个海参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珊瑚磅来的 大只的海参可以把它挤上来呢 它就变了那个珊瑚磅 那接下来的步骤呢一定是不少的这个吃水的步骤 水开大一点 然后呢这里我们吃水10至15分钟 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一锅烧水 然后记得锅不要有油啊 好那水滚开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海参 放下去了 关小火然后保持沸腾45分钟 好已经煮了45分钟了 现在我们就拿上来 放一边 给它放置冷却 冷了过后呢我们再看 好现在我们的海参都已经是冷却了 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步骤呢我们就要把它 去吃水 大家会看到这个 海参呢 煮出来的那个水的颜色呢就是 有带点茶色这样的 这水你嗅下去都是香的哦 然后在这锅这边呢我们又重复 装过新的水 记得一定不可以有油 那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就是 海参的进度 这个是干的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泡发了第二天的 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部分呢 这个加拿大北极生呢它发起来啊 你会看到它外面好像有一层磨 这样 如果我们用手指抠一抠呢 它磨会掉的 这个磨我们不用特地的去 抠给它干净的 它这个磨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刺的 而且抠掉呢就浪费掉了啦 OK这里我们吃水10分钟 那吃水的步骤呢都是一样啦 我们要把海参冲干净 然后呢如果万一我们是有碰到油啊 我们的手有油啊 那个锅是有油的话 我们就趁这个吃水的步骤的时候呢把它冲干净的 那同时呢 对这个海参泡发的进度也是会有帮助 那今天我们泡发的这个海参呢 就是100克呢 大概有10条 之12条的 所以呢 这个 泡发海参的时间呢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海参的大小来的计算 如果你们买到的这个加拿大北极生是比较大条的话 我们就要浸泡两天 或者三天 看有多大啦 一条大到五克的话 我们就要浸泡到两天 而且滚的那个时间呢 也是要增加的 那如果你们是买到这个同样的加拿大北极生 可是size是不一样的 你就不懂要煮多久 或者是浸泡多久的话 你可以pm我 ok 好啦 10分钟啦 10分钟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回锅里面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海参重复的放进冰箱里面 浸泡多一天 好 现在来到第三天了 那第三天呢 我们就看一看海参够不够软 ok 第三天 基本上我们拿出来呢 我们就放回同样的锅里面 然后我们直接开水 给它吃一次水先 那么在吃水的同时呢 我们就拣选 已经软了的海参 好像这些是很够软了的 好 泡发加拿大北极生完成 那泡发这个加拿大北极生呢 通常我们都要用到三天到五天的时间的 如果你要它比较软的话呢 我们先浸泡两天 再来煮 煮料再浸泡两天 记得每一天我们都要换清水 那每一次呢 我们泡发海参起来呢 都一定有一些是比较软 有一些是比较结实的 那当我们要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类起来 那比较软呢 我们可能就用在炒用在蒸 这样如果是比较硬的呢 我们可以拿来煲汤炖汤啦 或者是拿来焖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欠少少的话 可以再重复换清水 再放进冰箱里面 浸泡了一两天 再看它的那个发度 去到那里 如果够软就马上收起来 如果万一你的海参是再大一点的 是不够软的根本 这样就重复回第二天的步骤 那这里有100克的这个干的北极生 发起来呢 这个是800多克 所以呢 这个北极生呢 也是非常值得吃的一个海参 而且呢 锈起来呢 它都有一个茶香味的哦 很少海参是有茶香味的哦 很香 那接下来呢 就到收藏海参的步骤啦 上一次那个分享那个 泡发毛兔生的时候呢 都很多学院问 如何收藏这个海参 才是比较好的 其实有几个方法 如果照回我们传统的方法 那通常我们会拿来蒸水 蒸水拿来收 但是呢 现在呢 如果我们是有 Zip Lock Pack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收 把它打开这个袋 然后我们就 放两条下去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Zip Lock 就弄好它 然后空气拿走它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这样整盘收 整盘收呢 我们给它冷冻起来 然后我们敲散它 敲散它了 过后呢 我们就放在那个保鲜盒里面 直接整盒这样收 好那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我最喜欢用的 我们常用的方法来的 我们就会 用保鲜膜来收 OK 把它拿一支起来 过后呢 我们将它捆好 可是呢 这个方法呢 通常我们是收大海参 如果是小海参的话 我们会放在一个托盘 好像刚才我讲这样 就把它打散 因为我们收的是比较多嘛 然后包 包生一包包 放在冷藏里面 这个也一样 到我们是包了包线之后 我们就放冷藏 一定要放冷藏的 因为如果我们泡放好了过后啊 我们保持着那水啊 几天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久了的话 它会发过龙 发过龙 你看到很开心 它大了 但是呢 当你煮的时候啊 它又熟悉了 那第四个方法呢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直接 我们直接把海参 排在一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呢 我们把它盖过水 那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我们盖过水过后 只要我们水是保存住了 无论你收多久啊 它都没有办法 抽走那个海参的水分了 所以这个是很实用的方法 如果你要收久了 那这个方法呢 唯一的坏处就是 我们退冰的时候要等很久 那如果你们是在家里啊 家庭主妇的话 我会推荐你们用这两种方法 保鲜的来呢 退冰也不会很辛苦 然后呢 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我会建议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做生意呢 用海参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是整盆 把它冷冻了 然后敲闪 放在一个大纸袋 要多少 我们就拿多少起来用 好 那来到最后呢 我们泡发这个加拿大北极生呢 我们就不可以直接放下去煮的哦 我们必须要是 拿去浸泡它隔夜 或者是两天 我们才放下去煮 如果我们直接煮的话 就会导致到 它外面软 里面是很硬的 所以发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软度就会不均匀的啦 这一个 大家要很注意 因为这个加拿大北极生呢 它的泡发就是要这样来做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 无论我们泡发任何的海参都好 我们的锅啊 我们的剪刀啊 或者我们的盘啊 都一定不要有油 OK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今天泡发的 就是四斤海味的加拿大北极生 如果学到的 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